在家里用烤箱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出一道猪肉谱 大兴你是真的变胖了 我可是你的老粉 但感觉你变胖之后还变帅了 这句话我爱听 大兴在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有点想吃粑粑 我该怎么办 兄弟这是病啊 你得赶紧去看 真的 我帮你联系医院好吧 大兴你可以不可以自制烤鱼 烤鱼之前我用暖手炉做过了 但是那个暖手炉烤不熟啊 不过那个东西确实特别的危险 我希望你们也千万不要去尝试 下回真的咱们生火来做一道炭烤烤鱼吃好吧 大兴每次看你的视频 我都是在厕所里看的 你就不能找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地方吗 比方说餐厅客厅卧室 你就非要找那种地方 就说你该不该的 各位现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兴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猪肉谱啊 都吃过是吧 但是朋友们有没有发现 外面卖的那种包装猪肉谱都超级的贵 一袋的话好像就是一两百克 就要卖到二三十块钱 就包括什么某金铺子某草味是吧 那全都卖的超级的贵 虽然说我特别爱吃那个东西啊 但是像我这种穷人啊 一年到头还难得吃上几回 不过呢买的猪肉谱超级的贵 但是如果我自己在家里做的话 那个成本应该自己是可以控制的哈 所以呢又引入了咱们今天视频的主题 就是呢我们在家里用烤箱 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出一道猪肉谱 做猪肉谱啊 那肯定是要有纯瘦肉的 这个是我跑遍全市的所有超市 能买到仅仅的一点瘦肉了 总共这里是花了三十五块钱 这里总共呢是三百克不到一斤 现在呢也是深夜的两点半了朋友们 所以看到深夜还在拍视频的我 那朋友们真的帮我点个赞好吧 感谢你们 看到没有这次买的肉啊 纯瘦肉一点肥的都没有 上次做的猪肉半饭是全部买肥的 这次全部买瘦的 OK那现在废话不多说 直接拿去洗一下 好洗干净了啊 接着准备砧板 然后就是把这两块肉先切成块 然后再剁成末 因为做这个猪肉腐啊一定要把它剁碎 剁成那个肉末就可以了 好现在基本上已经全部切成块了 接着就是要动用无情铁手 把这些肉全部剁成末 不过呢如果家里有搅拌机的 你们也可以用搅拌 像我这种穷人啊 家里是没有搅拌机的 所以呢只能拿刀剁 OK那基本上剁成我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也不要剁的特别烂 现在这个肉可以放一边了 接着咱们再准备一块火腿 火腿呢我们也是要切碎剁成末 然后放在猪肉里面 主要呢也就是让猪肉腐吃起来 更加的有嚼劲 而且更加的香 哇去看见没有 这个火腿真的超级的好看 大概切个一小半就差不多 剩下的可以留着以后炒菜啊 或者说再做猪肉腐也可以用 算了再来一点吧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火腿也给切碎 感觉好像是有点切多了 那这一小块咱们就不要了吧 那这些火腿的话 我们也直接剁成那种末状 刚才发现啊 其实拿刀剁的话特别慢 我就直接用了这个搅拌机 我没想到搅拌机 搅这种干的东西超级的好用了 不到两分钟直接搅成这个碎末的样子 那接着这个火腿也可以直接倒到这个猪肉里面 接着呢咱们就开始调制这个猪肉啊 准备一点黑汁嘛 米酒白糖还有食用油黑胡椒粉 首先先在碗里加一点食用油 然后来一点黑胡椒粉 再倒点黑芝麻 白糖 接着是米酒 米酒倒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的拿自己喝就行了 最后呢就是用手揉搓一下 揉捏均匀了应该就差不多了 接着呢咱们开始下一步 准备锡纸还有烤盘 这个锡纸呢 我是专门去卖花甲粉的店里面找他们老板买的 他们这个是一片一片的大大的 准备一片直接铺上烤盘 然后呢我们再准备烹调纸 这个烹调纸呢主要是防止这个肉等会粘到烤盘上拿不下来 用烹调纸的话可以完美解决 接着把肉放在这个纸上 完了之后上面也再铺一层 把它压扁啊 然后就是用到无底擀面杖 把它给擀平啊 这个就是猪肉糊的圆形 然后呢这里还剩下这么多肉 估计这些肉的话可以再做个两张差不多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把上层的烹调纸给它拿下来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正面全部刷上蜂蜜 刷完蜂蜜呢就是直接把它放到烤盘上面 就像这个样子 接着呢就可以直接上烤箱 烤箱先给它预热好啊 然后放里面 180度上下火先给它来10分钟 10分钟到了我们把它给拿出来 接下来呢就是翻一个面 因为反面有没有刷蜂蜜嘛 然后再放进去 翻面再来10分钟 不要打脸好吧 这里还有肉我再去重做一份 好又耗时我20多分钟了 又重新做了一块新的 这两块给你们对比一下 这个是之前做的 这个是后面做的 这一块真的是晶莹剔透的 就跟外面卖的猪肉谱其实真的差不多 只是说市面上卖的猪肉谱 它放了红麴粉在里面 就是烤出来看的会更红一些 我是找遍了全市没有红麴粉 所以呢我就没有放 OK那现在终于要来尝一口了 来这么大块的猪肉谱吃过没有 来一口 第二次烤的真的超级的好吃 这第一片我说实话之前我也尝过 就是太厚了 第二片真的可以 哇蜂蜜香还有那个火腿香 嗯 nice 哇怎么样 骨子好吃吧 嗯 是比这个第一个好吃多了 哈哈哈 嗯怎么样 是比这个第一个好吃多了 哈哈哈 手艺健壮啊 好吧那总结一下今天做这个猪肉谱的心得哈 其实我觉得其他配料真的完全的不重要 最主要就是用擀面杖擀的时候一定要薄 你将我这个非常典型的失败案例 哈哈哈 这块肉怎么给狗子吃好不好 给狗子吃 OK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说明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美食和他这个账号 我们是很哈兄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多多关注我哟 每年吧 我们就移到这个水下落设计啊 刚刚开始是我 他第一个怎么能下落 把这个肉调整个人放上 把水